在六四屠城33周年,晚间6点40分这个时刻呢 台湾继续接放香港,在中正纪念堂举办了六四道德晚会 那么现场不只有台湾民众,还有来自香港跟外国的民众前来参与 看这个大家在香港的,在台湾有几段是想争取民主 看看有几多香港人来 在这边我觉得身为香港人,应该是将这个历史诚实插去 所以我都来了这边 如果大家都是追求人权民族的说话 我们应该站在一起,一起去抵抗这个想把我们的人权毁灭的 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比33年前更大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的面貌完全是中国共产党 在1989年对和平抗疫的中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的结果 六四过去33年了,但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 随着我们保护记忆的行动,它还在进行中 让我们继续守好我们的民主自由阵地,此时反攻 愿我已能在香港委员,以前是能共同呼喊的口号作者 释放民运人士,无望八九民运 追究徒乘责任,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呼唤良知,寻求正义 维员的烛光晚会虽然不能举行 但维员的烛光不会熄灭 它在全世界正义人们的心中闪亮 好,那么去年香港的国商支柱呢 遭拆除在今天活动现场 台湾是以3D恋意的方式来重现国商支柱 而虽然香港呢,连续三年遭禁止举办六四悼念晚会 不过今天在全球呢,至少有29个城市 以不同的方式呢,来举办六四悼念晚会 反对极权,共同,称民主 以上是新唐人雅海电视王冠林兆婷 在现场的采访报道